日本印度建交70周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6号出访印度新德里会晤总理莫迪 两人针对国际局势以及区域失误谈了两个小时 会后日方就表示日印双方就乌克兰的局势坦诚的交换了意见 而且双方都不容许区域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而会后岸田也透露未来的五年日方会大幅投资印度5兆日元 也就是大约420亿美元促进双边贸易落实每日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 而岸田也强调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径破坏了国际秩序 必须给予强烈的回应 不过相比印度总理莫迪却没有直接提到乌克兰 只说了地缘政治事件带来挑战 对俄罗斯的态度依然不置可否 不过双边提前在5月的四方安全兑换之前进行了日印合作的加强 莫迪说日印合作将对印太稳定乃至世界至关重要 岸田随后在今天转往柬埔寨和首相韩森会面 预计21号周一返回日本 而这也是自岸田上任以来第一次拜访印度 由于印度从冷战以来 一直和俄罗斯在军事战略以及经济等方面 都保持着高度紧密的合作关系 印方的武器供应国主要就是俄罗斯 而从乌尔开战以来 联合国安理会三度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的表决 印度也是屡屡弃权 这次岸田出访之前受访时 主要再次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违反国际法的暴行 也表示将会确保与盟友之间的团结 希望说服印度与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同步对俄国的态度 不过此心看来依旧没能如愿 而此前在白宫的记者会上 也有记者询问印度正在利用现在的局势 以折扣架向俄罗斯扩大采购石油 白宫则会应的确注意到这个情况 美方也已经透过不同层级持续与印度沟通 而定在月底2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G7领袖会谈 预计会针对卧局势进行商讨 而爱田文雄也表示情况许可将会参加 展现G7团结是首要之物 希望彼此能够更深入交换情报 记者吴宇晨整理报道